而今的朝鲜,最不缺的就是勇气,就是敢干。如果谁能多给他几件宝器,他绝不会让美国好过的。7月27日,是一个特殊的日子。是一个应该被中国人记住的日子。70年前的今天,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签订,标志着我们获得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胜利。 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,朝鲜必须不会浪费。俄罗斯自然也不会错过,果然他们的大招来了。受朝鲜邀请,少依谷率队访问朝鲜。最重要的是,俄罗斯和朝鲜同时点到了。少依谷访俄将加强两国的军事合作。 在俄乌战争打得异常激烈残酷的时候,在俄罗斯与美国北约斗得越来越狠的时候,在美日韩对潮施压不断加大的时候,俄罗斯与朝鲜选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,高调宣称要加强两国军事合作。难道不很说明问题吗? 第一,俄罗斯和朝鲜这个时候,为什么会突然加快推进军事合作呢?简单的讲,此时此刻,俄罗斯非常需要朝鲜。 朝鲜也非常需要俄罗斯,因为他们面临共同的敌人美国。首先在俄罗斯看来,朝鲜的硬,真让人不得不佩服。当今世界,应该说最敢向美国放狠话的就是朝鲜了。而且现在的朝鲜已经展现出了足够的实力,不会只成为俄罗斯的包袱。 比如今年以来,美韩已经在朝鲜半岛上,对朝鲜方面进行了多次军事挑衅。而无论是美韩在朝鲜半岛上举行战区级的联合军演,还是美国核潜艇多次停靠朝鲜半岛。 朝鲜方面不仅没有退缩,而且还通过多次发射导弹来进行回应。特别是朝鲜的火星18洲际弹道导弹,目前也已经能够威胁到美国本土的安全。 完全有实力做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盟友。其次,俄罗斯还有摆脱被俄乌战争所困的战略考虑。 普京发起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。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改变世界格局。打掉美西方统治世界的秩序。 俄乌战争打了一年多来。虽然俄军目前在俄乌战场上的防线还算比较稳固。但是,俄军也基本上失去了在俄乌战场上主动进攻。 扩大控制区的能力。再加上欧洲配合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。俄罗斯已经很难再向欧洲方向进行战略突破了。 但是亚太地区则不同。目前美国正在纠集自己的盟友。企图在该地区构建围堵中国的军事集团。如果选择在亚太地区进行战略突破。那么就可以从另一个方向上削弱西方的力量。侧应俄乌战场。 最重要的是,亚太地区有实力强劲的中国存在。中朝俄联手,能够发挥出更加强大的威慑能力。 此前,中俄海军在日本还举行声势浩大的联合演习。就是民政之一。 所以说在俄罗斯看来,它必须着力推动中俄朝战略联手。在像70年前的朝鲜战争那样,取得一场对美西方的决定性战略胜利。 当然朝鲜自然有自己的打算。朝鲜一直以来对付美国韩国都是你强他更强。放狠话是朝鲜的一贯做法。也是其给自己壮胆的技巧。 但是,当前的国际力量战略格局出现了特殊的变化。美国及其盟友,轻松地挑起一场乌克兰战争。并且轻松地将俄罗斯陷入这场战争。美国并没有拿出多少实力就做到了。这表明,美国仍然还有足够的力量用来对付朝鲜。事实上美国也是这么做的。 近来对朝鲜的打压,不仅没有因为俄乌战争而降低,而且再加大。连核潜艇都敢派往朝鲜半岛了。在朝鲜看来,他要与美及其盟友斗。必须背后有一个大国作为支撑依靠。而另一个大国当前总是比较讲斯文和含蓄。不太直接为朝鲜站台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,朝鲜只有把希望放在俄罗斯身上了。 因为至少俄罗斯仍然是受死的骆驼比马大。说到这,大家应该明白了。俄罗斯和朝鲜为什么会在纪念朝鲜战争胜利70周年的日子,宣称两国要加强军事合作了。第二,俄罗斯与朝鲜可能怎样加强军事合作呢?首先如果没判断错误,俄罗斯与朝鲜可能将很快举行一次联合演习。 至于另外一个大国会不会参加?来个三国联合演习,可能性不大。而如果一旦是三国联合演习,这将是一个大炸弹,将会让韩国傻眼。 其次俄罗斯可能向朝鲜提供防空导弹系统。俄罗斯S400防空导弹系统。还有S350防空导弹系统朝鲜就不用想了。基本上是拿不到的。 但是,俄军仓库中数量不少的S300防空导弹系统,也能够帮助朝鲜在各大军事要地。比如固定式的导弹发射井周边,构建起强大的要地防空作战体系。朝鲜一旦有了这些武器装备,那么胆子将更壮一圈。 再就是俄罗斯可能向朝鲜提供远程反舰导弹。这些反舰导弹可能包括,舰在远程反舰导弹和岸基远程反舰导弹。这将帮助朝鲜尽可能增加美军航母的作战距离。防止其投放舰在机对朝鲜本土展开攻击。当然还可以威胁美韩的两栖登陆船舰。防止其在朝鲜本土进行中大规模的两栖登陆作战。开辟第二战场。 而今的朝鲜,最不缺的就是勇气,就是敢干。如果谁能多给他几件宝器,他绝不会让美国好过的。说实话,如果俄罗斯与朝鲜真能够这么干,最后最惨的毫无疑问必将是韩国。按照现在的国际格局,半岛主要牵扯到中美朝韩俄日。中国肯定不想半岛出乱子。因为中国现在主要目标还是发展经济,和平崛起。 用和平的方式完成两岸统一。美国、日本与俄罗斯都不介意半岛出乱子。美国现在债台高筑。需要通过收割东亚和西欧的财富去缓解危机。 美国尝到了乌克兰战争的甜头。通过乌克兰战争拖住了俄罗斯,并收割了欧盟。现在也想搞一个亚洲版的乌克兰战争。达到收割东亚财富的目的。 所以现在美国拼命地推着尹熙月搞战略挑衅。俄罗斯现在陷入乌克兰战争的泥潭。需要另一个战略热点来转移自身的压力。能给俄罗斯转移压力的。也就半岛。中东、南海与巴尔干半岛几个地方。 这种情况下,少一谷对朝鲜的恭维,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某些阴谋。日本善于赌国运。经过甲午战争、日俄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之后,如今的日本又在推动美国与中俄对抗。试图火中取力,想第四次赌国运。日本战后经济发展,就是源自于朝鲜战争。所以日本从不介意半岛出乱子。韩国在左右摇摆。 韩国的左派其实不想半岛出乱子。典型的就是文在寅任期内,把南北关系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局面。但是尹熙悦代表的右派,则非常强硬。已经把文在寅时期的南北友好变成对抗。朝鲜自己虽然经常秀肌肉,但主要还是为了资保。70年前的朝鲜,想要统一韩国。现在已经不可能再去统一韩国了。 最优解就是保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谋发展。但朝鲜想谋发展容易吗?因为美国不会给朝鲜谋发展的机会。美国在日韩驻军的主要理由就是保护日韩。 70年前,冷战对抗。美国的理由是保护日韩,不受苏联中国朝鲜的威胁。后来中国改革开放了,成了日韩最大的贸易伙伴。自然不会军事威胁日韩。 后来苏联解体了,这个威胁的理由也没有了。如果再让朝鲜发展了,那么这个威胁也没有了。美国还如何保护日韩?到那时连美国驻军日韩的理由都没有了。 现在美国在东亚搞对抗。一方面想要收割东亚的财富。另一方面就是好好的保护日韩。这几乎就是美国的名牌。但日韩也没办法,被美国渗透太深。无力挣脱美国的保护。所以现阶段的东亚,虽然看似风雨越来。美日俄都来者不善,但短期不会真的乱起来。原因很简单,一方面有中国这个定海神针。 另一方面是朝鲜并没有扩张的动力。第三就是韩国左派也不想乱世重现。